今天给大家讲讲惹人爱的六大文丸你有玩过几个? 第一,核桃 老北京有句顺口溜说的好 贝勒岩三剑宝 班纸核桃 龙中鸟 可见当时 奇人玩核桃的风气很是流行 现在市场中 文丸核桃之所以被更多人喜欢有三点原因 1.文丸核桃的便携性 个子小便于携带 也能随时把玩 2.随着把玩时间的推移 文丸核桃会出现颜色的变化 具有一定的欣赏价值及收场价值 3.文丸核桃之行风解游人 从几块钱到几百块钱 甚至几千、上万、几十万自由选择 都说世上没有相同的树叶 那么可想而知 找到近似一样的精品核桃是何等的困难 万里挑一的精品核桃 加上多年等候的配对 在手中长期把玩渐渐变色 当然使得这精品中的精品价值连成 2.新月菩提 新月在长期尺术佩戴后 表面会出现丰富的颜色变化 出现裂纹 恰如精美瓷器中又成美丽的开片 精妙绝伦那种淳朴厚重的美 没有过多的纹路 没有太多的修饰 就是叫你盘着的时候 感觉到不一样的舒畅 3.小叶子坛 古人云 人分369等木分花里子坛 自然看出 子坛在其中的价值以及历史地位 小叶子坛是顶级明清家具材料 基本可以称作皇家专用 现在 民间的子坛家具非常稀有 而且实在太贵 一般人承受不起 所以子坛爱好者们就玩起了子坛手串 也算是过了一把子坛的瘾 小叶子坛包将之后端庄大器 稳坐木制佛猪头一把交椅 第四 沉香 沉香不是沉香木 而是一种树的分泌物 所凝结成的树流 古书修宪制记载 沉香乃是其木枯折 皮朽烂 内心仍香 当沉香树形成伤口时 为了保护受伤的部位 树脂会聚集于伤口周围 当累积的树脂浓度达到一定的程度时 将此部分取下 便可为使用的沉香 沉香树里的沉香 需要漫长的时间酝酿 才能生成上好的品项 几年至十几年 甚至数百年 因此 上好的沉香往往一克千斤 价值连城 第五种 宝山蓝红 宝山蓝红之所以珍贵 关键在于其天然形成的红色 此外 材料稀缺性和出材率极低 也使蓝红更为真心 因此 长家都已亲手拥有引线 蓝红物件而喜不自禁 而且红色是中国人的机箱色 有驱邪聚材的功效 仅蓝红以上的蓝红 则一定会物以稀为贵 它们在今天市场上 占据的分量不到12% 用可遇而不可求来形容 都不过分 这也是蓝红比较特别的一个地方 它基本上没有什么过度类型 要么很一般 要么就是很优秀的 所以蓝红的收藏 必须走高端路线 随着政府对稀有矿产的管制 使其价格优势一路飙升 第六 绿松石 绿松石在盘完的过程中 接触人体皮肤 不知不觉中 就会沾染上人体所分泌的油脂 这些油脂会在松石表面 形成一层薄薄的保护膜 防止松石过快湿水 同时 油脂和氦液 也都会慢慢渗入松石内部 使松石的颜色发生改变 这是个很美妙的过程 作为纹丸 松石最大的特点 就是适合盘完 因为盘完后 松石无论从质感还是颜色 都会产生非常美丽的变化 而且变化的速度相对比较快 这是其他宝石类纹丸 所不具备的优势 这也就不难理解 为什么极品松石价格涨幅这么大 松石的色彩和线条令人无限下降 有一种神秘的美感 百看而不厌 绿松石爬完之后 颜色会变得更蓝更绿 润透深邃 痴迷于绿松石的男女玩家不计其数